有各位居士 大家好 下午好 阿彌陀佛 學人也是最近到莊嚴寺來掛單 主辦單位說要我來跟大家介紹五官堂 這個五官的意義 所以我現在用大概八分鐘的時間 那簡短的跟大家介紹這個五官 各位有沒有聽過這個五官 上面有五官的內容在這個上面 那我就把這個五個重點跟大家做介紹 官的意思 什麼是官呢 官的意思 官的意思應該是看 第一個意思是看 第二個意思是思維 所以又看又思維 所以這個是五官的意思 那有五種觀察的方法 有五種思維的方法 那第一種就是這個 技工多少兩筆來措 看得到嗎 在上面這邊 技工多少兩筆來措 那這個是要看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看食物 這個第一種就是看食物 那你看食物的時候你要怎麼想呢 你要去思維說這個食物是從哪裡來的 那怎麼樣經過多少人的努力 那我們今天有這餐飯可以吃 所以這個是看食物 那這樣的觀察就是不把這一頓飯當作是理所當然 那這也是所謂的這個觀音源 因為看他觀源起 佛陀就是觀十二元起而成佛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觀察這個食物怎麼樣來 那這個是觀音源 那所以第一觀 第一個觀察方法就是用感恩心去觀察這個食物 這個第一個觀察 第二個觀察是叫做 存己得恨 全缺應共 這個就直接白話講 就是思維自己有多少得恨 能夠接受這樣的食物的供養 全缺這是兩件事情 全就是圓滿 缺就是有缺點 所以這個如果我們功德 我們功德大於這個 我們有功德那就是全 如果是我們有過失那這個就是缺 那所以吃飯的時候 第二個觀察就是觀察自己 我今天這個有多少功德 我今天有沒有做了什麼功德 比如說我們念佛 我專心念佛 那這個就是我的功德 那我今天有沒有什麼過失 剛剛跟旁邊的人吵架 那這個就是一種過失 所以這第二種觀察是觀察自己 所以這個是用慚愧心 第一個是感恩心 第二個觀是用慚愧心 如果自己沒有什麼 今天的過失大於功德 那這個就要起慚愧 要懺悔 所以這個是第二種觀察 那第三種觀察 叫做防心離過 貪等為中 先解釋後面貪等為中 什麼叫貪等呢 貪等就是貪稱吃 那把它簡稱貪等 就是用第一個字 簡稱貪稱吃 為中就是為主要 我們心的過失 我們內心的過失 最主要的就是貪稱吃 這三種 所以這個是貪等為中 那這個第三觀就是 吃飯的時候要注意自己不要起貪稱吃 其實吃飯很容易起貪稱吃的 會不會 今天這個菜好好吃喔 我要多吃一點 這個就是貪心嘛 今天這個菜不合我的胃口 我不喜歡 這個討厭 那這個就是稱心 那還有一種吃心是什麼呢 吃心就是你呼嚕呼嚕一直吃一直吃 吃完了剛剛吃了什麼 不清不楚 問你說剛剛那一餐吃了什麼東西 你不清楚 那這就是吃 那所以這個我們心的過失 在吃飯的時候 其實也很容易起這樣的過失 所以就是要 第三種觀察就是提醒我們 要正念正知的吃飯 那不要吃了什麼東西不清楚 或者是喜歡的就多吃兩口 不喜歡的就討厭 那這個就是 防心離過貪等為中 這個中文字的麻煩 或者是奧妙在這個地方 防心離過 那防心是防止心離開過失嗎 那應該是這個離 就是遭受 防止我們的內心遭受過失 所以這個防心離過的離 是這個離 同意 好 那現在講到第三關 接下來第四關 真是良藥 我呢 你這麼嚴重也 你就是 我這不用灰 我跟我去 你 Hearing 那就是肚子餓就是一種病 那我們每天都要吃飯 但是他就是不會好 這個是佛教對食物的看法 就是把它當作是藥在吃 那我們在佛學院裡面 我們院長講說 如果年紀到了四十歲五十歲以後 大概都跟哪一尊佛有關 都有因緣呢 跟 答對了 四五十歲以後呢 我們每一個人都跟藥師佛有緣 意思就是說可能經常需要去看醫生 跟醫生打交道 那醫生會開給你藥 中藥 西藥 有的藥丸 有的藥粉 要吃藥 你吃這些藥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說這個藥很好吃 我要多吃兩顆 這個藥粉很好 我要多吃兩湯匙 會不會 應該是不會這樣想嘛 那這個就是 把你前面的食物 當作是醫生開給你的藥來吃 這個就是 第四種觀察 這樣吃法 這樣的吃法 我不知道會不會讓你胃口倒進 但是我覺得說這樣的吃法 就是一樣是讓你防止 讓你起這個貪心 這個通常很多人到到道場裡面來 對道場的食物通常是會覺得有驚豔的感覺 因為可能外面吃的 跟道場吃的是不一樣 有的很喜歡道場吃的菜 我甚至有朋友 因為去道場吃的菜 覺得驚為天人 他因為這樣子 他想要出家 當然這個這樣出家的念頭 這個是可能不太正確啦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可能我們這幾天的菜 或許會 你會很喜歡也不一定 但是就算是你很喜歡的話 請你要記得 那是你的藥 那不要起貪心 好 那第五種 最後一種 就是這個 未成道業 應受此時 我不知道各位會不會想 在什麼時候會想起人生的意義這樣的問題 這樣的問題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 我以前二十幾年前 在上班的時候 然後我要開車 然後在台中 在台灣 那在台中那個地方 有一個地方經常會塞車 我只要一塞車 然後困在那個車陣裡面 我就 腦海裡面就是只有四個字 叫做什麼 叫做萬念俱灰 我覺得說 這個人生有什麼意義嗎 在這邊塞車 那我後來 我跟人家分享這樣的經驗 那結果有一個居士跟我講說 他也會想起人生的意義 他什麼時候想起呢 他因為他是一個家庭主婦 每天要煮三餐 那把這個菜 飯菜煮好了 那家裡面一家老小 全部都餵飽了以後 等一下又要洗碗盤 等到他把碗盤洗好了 然後他放在那個架子上面 看著那個水這樣滴下來的時候 他說他在這個時候想到 人生的意義 為什麼要這麼麻煩 一天要吃三餐 大家有沒有想過 一天要吃三餐 多麻煩啊 你要買菜要煮菜 要洗菜要煮菜 然後後面還要散後 所以這個蠻麻煩的 所以人生的意義 那我們就從第五點來找 就是未成道業應受此食 我們每天吃三餐 其實是為了要成就我們的道業 我們如果沒有把這個身體餵飽 等一下要去念佛 這個沒有力氣 嘴巴念不出來 那或者是心力不集中 因為沒力 心力不集中 所以這個吃飯的時候 吃這個飯不是說 等一下要跟人家吵架的時候 等一下罵人罵得比較大聲 所以這個目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吃飯的目的是 為了要未成道業應受此食 那這樣子十存五官 這個就簡單的介紹 簡單的介紹過了 我們看是不是可以看得到呢 是不是我們一起來念一遍 來 第一關 來 記功多少良筆來促 第二 存己得恨 全缺應供 第三 防心離過 貪等為中 第四 正是良藥 未療行枯 第五 未成道業 應受此食 所以我們從今天開始 那接下來的七天 請大家每天在吃飯的時候 就看食物 想自己 想自己 然後再思維一下 那這個十存五官的這個意義 那希望我的介紹沒有讓大家 這個 壞了大家的胃口 那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我想要再介紹一個名相 我們這幾天是要來念佛 那念佛有兩種念佛 一種是稱名念佛 一種是意念佛陀的功德 用思維的 意念佛陀的功德 那佛陀的功德裡面 在佛陀的佛陀有三十二大人相 各位有沒有聽過 三十二相 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 三十二相大家聽過嘛 三十二相 我們這邊不介紹具體的名相 但是我們只講一個 三十二相裡面有一相 就是跟吃飯有關 哪一相呢 大家知道嗎 萬一不知道的話 那我直接講好了 叫做胃胃相 味道的味 味道的味 香味 那個味道的味 味味相 那佛陀的味味相 有什麼功德呢 各位知道 曾經佛陀 連續三個月吃馬麥嗎 馬麥 什麼叫馬麥呢 就是馬吃的飼料 佛陀三個月吃馬吃的飼料 那佛陀有沒有起煩惱 沒有起煩惱 要是你 你大概受不了 三天 三天或者一天 你大概叫你吃一餐馬麥 你可能就受不了了 好 那佛陀為什麼能夠三個月吃馬麥 不起煩惱呢 因為佛陀有味味相 那這個味味相是怎麼來的呢 我覺得如果用現代的這個 現在的理解的話 就是佛陀的唾液腺分泌的 分泌很多唾液 所以他吃飯的時候 這個嚼嚼嚼 然後唾液就充分的 跟食物混合在一起 那再怎麼樣難吃的東西 都變得好吃了 因為唾液當中有酵素 然後能夠幫助消化這些食物 所以我想就是提醒大家 各位這幾天吃飯的話 或許你可以把你吃飯的速度放慢 然後就充分的舉腳你的食物 那是不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去體會佛陀的味味相 那體會久了 或許你也真的能夠具足這個味味相 再不好吃的食物 在你嘴巴吃起來 覺得都很香 都很滋養 好 那我們就這樣簡單的介紹 那祝福大家這個吃飯 吃得很有智慧 那吃得很開心 阿彌陀佛